大家好,我是Fan 這個應該是我最後一次 在這個大鵬灣的經營者底下的最後一次在大鵬灣騎車 今天是禮拜五,接下來是禮拜六,禮拜天就是大鵬灣最後的練車日了 就沒了 那我們再多看幾眼這隻大鳥吧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所以今天大鵬灣真的集合了很多常常愛來練車的朋友 大家看,非常多車啊 連我們自己這一團的車數都非常的驚人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們自己一個完整的屁都塞了八台車 那這邊還有汽車 旁邊非常多台車 那大家都為了要跟大鵬灣做一個告別啊 最後一次的在大鵬灣上的奔馳 這幾天其實我們住的這個民宿啊 也是在大鵬灣附近 我們也有跟老闆聊一下關於他的看法 還有關於周邊民眾的看法 那其實大家有些結論啊 同時我們也跟大鵬灣的相關人員 就知道自己大鵬灣即將要倒閉 然後自己被值錢 並不是很早以前就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對他們來講也是非常的震驚 感覺得出來他們是有一些失落 然後對於一些設定的部分啊 感覺就有點就是差不多要關圓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位置 這邊本來是一個販賣機 所有PG的販賣機啊幾乎都已經撤掉了 因為準備啊 準備真的要關圓了 所以他們開始做一些測場的動作 另外呢這個回到我剛剛講的 究竟他們附近的民眾會是什麼樣的看法 其實看法很兩極 大鵬灣附近的民眾其實是 保持開心的狀態喔 就是慶賀的狀態 因為其實常年啊 賽車場附近的民眾 絕對會受到這個車輛的噪音影響 所以對他們來講 沒有噪音的感覺是開心的 但是在比較遠的一些市區 在做生意的民眾啊 他們就會很擔心了 因為其實過去不管是民宿業者 或者是這附近的小吃啊 他們都很吃大鵬灣的包場活動 比如說是車場活動 或者是我們這種練車日的活動 所以啊接下來他們必須要面臨這邊 屏東這邊大鵬灣附近啊 會有一個遊客減少的情況發生 當然這邊是一個搭乘船去小琉球的一個 一個停泊點 但是多少呢在生意方面的經營 還有人流方面還是會受到影響 最後呢當然要回歸到的就是 我們這些很愛跑大鵬灣練車的騎士 因為我說真的啦 以我自己來講啊 我的年紀也大了 我只想要圓我年輕時沒有達成的夢 所以我自己弄了賽車來大鵬灣練車 然後自己去Push時間 檢討自己的騎乘 那因為我自己的行業 我們做媒體業的 我相信能夠把車騎好啊 就是我們對這個行業最有價值的投資了 所以這個是我想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會一直看到我來到大鵬灣練車 但是呢 對於我這老人來講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一些剛要萌芽的年輕人 才剛加入這個賽道練習的行列 我覺得非常的可惜 像我們自己車隊裡面就有一個 才18歲的車手 那其實他爸爸非常支持他 來參與這個賽事的比賽 但是今天沒有搭鵬灣之後呢 他突然間在這邊推廟推了好一陣子 好不容易進步了 但是現在沒了 最後的時光還是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Peter都在做些什麼 這個是我的車 那因為其實我們昨天搭很歡樂聊了很晚 所以其實我上午也沒有騎 但是我可能下午會把它騎出去 那今天其實我覺得也不適合做時間啦 因為昨天沒睡好 然後我覺得今天比較像是一個體驗的活動 而且今天的人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刷時間可能也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參與跟大家一起 跟大鵬灣一個告別式的動作 好 那我的車基本上現在其實都設定的差不多了 他現在需要調整的就是我自己個人啦 所以我現在車子的車況其實是屬於一個 可以推廟的狀態 我的懸吊已經重新整理過 大家有看過之前的Olinx的特輯 整理過 然後我的預載都設定好了 我的車輛我的腳踏改反打 其實我現在都是持續 每一次下來都是在進步的狀態 但是很可惜 在我還在進步才開始 在刷秒的時候就停止了 非常可惜 不過沒關係就是 或許我們一致別的賽道 那這邊是小江的 小江的他本來 他本來要參加下一站的大鵬灣的600跟1000組 那現在呢對他來講影響更大 因為他現在這兩台車都整備的差不多 結果沒了 非常的可惜 那這邊就是其他的車友 比如說這個是耀龍老闆的 上次我們有試乘過的那個ZS6R 他又在進階的改了一些項目 然後這邊是這個小阿魯 也是我們很常練車的車友的 那這邊也是我們的朋友 他們從美國放暑假回來 然後知道大鵬灣要關員了 所以趕快來做最後的一個體驗 其實今天有蠻多的車主啊 都是因為大鵬灣要關了之後 來回來大鵬灣做一個最後的體驗 當然有另外一部分 大概有三分之二是 本來就是在這邊玩的玩家 現在外面有些人會講說 你們這些說大鵬灣要關門很可惜 運動在台灣運動發展不起來的人 其實你都沒有支持過大鵬灣 其實錯了 今天我覺得我現場看到的 都是會員 都是有花錢支持過賽車的 大家都覺得整個大鵬灣園區是虧錢的 但事實上大鵬灣園區裡面 最賺錢的就是賽道 大鵬灣賽道並沒有這麼虧錢 反而是在附近的那個玩水的區域 或者是其他的周邊的部分是虧錢的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未來其實 是應該政府要好好考慮 把賽道跟周邊的一些設施切開來看 既然賽道他可以獨自的生存 幹嘛一定要跟其他的園區綁在一起 其實對政府來講是一個很偷懶的一個做法 因為他想要把一個BOT案 全部都包給一個廠商 其他的地方虧損牽連賽道也沒辦法經營下去 那就會造成今天這樣的情況 然後對台灣的賽事非常影響非常的大 有的人可能會想說那這樣子 其實我們跑力寶賽道就好 而且他在台中比較近 事實上其實這個想法是不成立的 是因為其實現在利寶雖然他是G2的大賽道 嚴格說起來他現在並不能辦一些正規的比賽 那你想想看如果有賽道他只能辦一些車廠活動 或者是只能辦這種車主的歡樂的這種聚會的話 他沒有賽事他很難讓車手真正想要進步 想要Push時間 整個台灣在大型重機上面是沒有任何一個賽事 來讓大家提升自己的能力 那另外一點就是其實利寶的大賽道 他的安全性並沒有 因為大家如果有跑過會注意到 其實他的緩衝區的範圍非常的小 我個人也認為在那邊辦兩輪的賽事的危險度 是會非常的高 幾乎是等同於澳門大賽車的等級 所以呢簡單來講就是現在台灣 大鵬灣關了之後是沒有一個大尺寸的 一個合格的場地讓大家騎車 所以才會導致大家會這麼的惋惜 三年前開始跑賽道 兩年前開始比較認真的這個在大鵬灣上面練車 說真的在這邊發生過太多事情 也因為大鵬灣這個場地讓大家聚集在一起練車 然後也帶來大家更精彩的生活 然後還有很多歡樂 我也因為這樣子認識到很多人 除了挑戰我自己的這個騎車的技巧之外 說真的一定會有些不捨 因為在這邊有發生過太多美好的回憶或不好的回憶 因為我在16號玩被撞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會讓我在我現在的 我這個年紀在追求賽事的這個夢想 原這個夢的過程中 帶給我人生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回憶 那最後當然很期待趕快能夠有財團 和政府能夠好好的政治這件事情 然後好好的去把它解決掉 讓未來台灣在這種大型的賽事上面 能夠回歸到正軌 但是據我們知道可能真的沒那麼快 可能最少最少要一年的時間 好啦那這篇我想其實就是一個 跟大鵬灣道別的一個短片啦 那記得鎖定我阿BEN的騎士 還有SUPERMOTOLED的頻道 我們大鵬灣再見啦